每当吃到鲜玉的蘑菇汤 小青都忍不住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但转念一想 如果蘑菇只是把人当成寄居地 又会变成怎么样呢 202亿刚出炉的盖亚 就为我们做出了假设 小青很少赶得这么早讲新片 明示要点赞 翻过西兰花般的丛林 又有条溪流安静的躺在大地 先夸一句这个运镜很棒 堪林人铁头正在划船 同时盖比坐在前面操控着无人机检查森林 飞着飞着他见到个人 盖比只看到这是个男的 并且满脸迷途 随后显示屏变成雪花 时间不早了 因为还有四个摄像头需要检查 铁头并不想让盖比单独去找无人机 更何况曾有人在这失踪过 但他懊不过倔强的盖比 两人在河岸边告别 盖比走了一阵 只找到些碎片 无人机神秘消失 其实只是被人背走了 盖比见到的怪人有两个 似乎是森林的原始住户 他们手持弓箭 还未用泥土堵住摄像头 原住民还在寄着红布条的地方 做了检疫陷阱 随后穿越密林 捡了些肥瘦的虫子 两人接着戴上面罩摘军菇 军菇正在散发包子 包子随风飘扬 不知谁遗留的塑料垃圾 也翩翩起舞 长发原住民见到赶紧捡起 塞进裤子 看来他对森林也爱护有加 盖比迷失在丛林 他呼叫铁头也得不到回应 因为铁头将船呼机 望在了船上 盖比对比着地图 却听到呼噜噜的声音 草丛一闪而过个 头顶白花的人 盖比不敢再久留 边走边回头下 意外被原住民的陷阱 刺穿脚掌 丛林危机四伏 他忍怕处理伤口 不然天黑更不好走 铁头似乎就在附近 他隐约听见盖比在哀嚎 回去找船呼机 却因为杀住脚步 让其进水失灵了 铁头只能划船往回搜寻 等到天色完全暗下 两人还没相遇 虚弱的盖比被包子包围 他见到前方出现一片诡异的红光 跟过去发现一栋木屋 里面没人在 他顾不得多想 简单处理完伤口就睡了过去 没有药物治疗的情况 好好休息才能更快回复 铁头可就惨了 虽有手电筒还是掉进了泥潭 看到一边闪过的黑影 还以为是盖比 躺了半天泥水 却发现自己来到可怕的地方 四周充斥着怪声 铁头拿着匕首躲在树边 但小青发现 他背后有东西在靠近 等铁头听到声音回头 发现那是个倒着身子扭动的怪人 吓得他即刻起身逃跑 木屋的盖比 虽不用逃命 但也陷入危机 他做了个噩梦 喉咙发痒 磕出一团会长大的军箍 盖比惊醒时 见到了原住民 原来这就是他们的居所 盖比连忙表示 自己并无恶意 他是林业站的员工 原住民了解后称 他们也是从城市来到这里的 长发的名叫巴伦 另一个是他的儿子斯特 两人都瘦得皮包骨 巴伦为盖比清理伤口后 开始做饭 斯特不爱说话 安安静静的骑着内脏盒肉 餐桌上 巴伦牵着斯特的手做祈祷 创造与毁灭之母 您是大地 我们是您的孩子 等等 小青先去查查资料 这个祈祷词没怎么听过 有了 巴伦祈祷的对象 正是片名所说的盖亚 盖亚是古希腊神话中的 大地女神众神之母 她的出现 标志着混沌 开始由无序转为有序 神谷描述其身上存在着创造与毁灭 秩序与混乱 斯特祈祷时 却总偷看盖比 晚餐已装好 巴伦父子都是以手为快 盖比看着碗中的肉和虫子 实在难以下咽 铁头还在逃生 在遇见障碍铁岛后 她看见了怪物真容 怎么说呢 宛如人形大白菜 张嘴会喷出大片兔墨星子 她样子正是盖比白天见过的那朵白花 她虽第一次见这种东西 但一看就不对 赶紧逃跑 盖比睡前也询问巴伦 大白花是什么 可惜并没得到解答 而就在她入眠时 铁头在包子堆中 被汇动的根须偷袭了 万物泥泥于大地 所以泥土很有营养 第二天清晨 巴伦就用泥土与草药 为盖比疗伤 斯特负责包扎 青春机再加上未曾接触过女孩 她见到盖比若隐若现的滑嫩肌肤 忍不住动手感受了下 盖比睡得并不安稳 与她昨天的梦相似 她醒来发现胳膊长出了花 幸好这也是梦境 真实情况是她的胳膊干干净净 巴伦两父子已外出狩猎 他们打倒猎物要做仪式 并恳求大地之母的宽恕 忽然两人闻到了什么气味 原来盖比在家中传呼铁头时 听到了她惨叫 她不能行走 只能尝试放火生烟爆位置 拿燃烧物时 她感到地板有意 打开后找到一张女人的照片 还没细看 巴伦呼声就传来 巴伦进来首先倒水浇灭火 他告诉盖比白天不能生火 当知道她是为了给伙伴爆点 巴伦答应明天带她出去 夜晚 盖比再次呼叫铁头 这次她没得到任何回应 想到白天看到的照片 盖比便问巴伦的妻子在哪 得到回答 因骨癌去世13年 巴伦曾是研究植物病理学的科学家 他妻子的病无法继续医治后 就要求他回到两人度蜜月的地方 斯特就是在这出生 说到这些巴伦与其伤感 但话音一转 他庆幸自己在这找到了神 看着那诚恳且严肃的表情 盖比一脸疑惑 当他看向脚石 惊讶地发现 昨天已被穿透的洞 已重新长出血肉 这可以说是奇迹 因为明天就要离开 斯特送了盖比一条项链 当作纪念品 此时盖比心中还抱着 明天去找铁头的念头 但在某处包子飞扬的树旁 铁头双眼翻白 脑袋开花 身上长着霉菌 看样子是被那根虚伤的东西占据了 深夜盖比睡得正香 旁边出现树根状的东西 与偷袭铁头的区别是颜色不同 但盖比惊醒 是因被巴伦捂住嘴 屋外传来呼噜噜的怪声 斯特张弓搭剑守在门口 巴伦嘱咐他别出声 如果他们进来就靠墙站好 因为他们是瞎的 眼见房屋遭受撞击 盖比虽不知怎么回事 也开始图泥做准备 可就在此时 树根又来了 巴伦听到 一下将其砍断 并捂住口鼻 树根似乎也会散发包子 前门冲进的怪人 被斯特扎翻跑了出去 父子俩刚想去看 大白花又冲了进来 虽是瞎的 但大白花对声音很敏感 盖比一时没憋住出了声 大白花死死盯住他 斯特在后支援 盖比虽没受伤 也被淋了一身血 等大白花逃走后 斯特强行脱了盖比的衣服 给他清除血迹 而其余染血的东西都要烧掉 确认安全过后 巴伦才科普来袭的是真菌 会侵蚀人的身体 并借人生长 真菌以真菌网络相连 不断散发包子 进行自我复制 也就是用这种方式感染人 盖比听不懂 小青半知半懂 现在看的可能有些迷糊 但越看就越明白了 巴伦继续解释 地球上最大的有机体 就生活在地底 他比人类历史还古老 一直等待成长 并时刻准备传播 盖比意识到 这就是巴伦信奉的神 巴伦没否认也没承认 只是催促他们赶快睡觉 这晚 盖比梦见自己站在一棵树前 一只手温柔地俯过他的肌肤 当他醒来 一眼就见到斯特 两日以来 斯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真漂亮 盖比又害羞又高兴 他拿着手机 与他拍了张照 斯特对这种 记载人影的东西 异常吃惊 但等看到汽车 他恐惧地说怪物 刚好巴伦进来 看见他们把玩手机 气愤地夺过衰落 还呵斥斯特出去 盖比不明白 他为何如此暴躁 斯特对于父亲的做法 似乎也有不满 走了半截赌气地蹲在树边 巴伦走到一处树洞 放了块血肉开始祭拜 树洞内竟飘出包子 血肉被侵蚀 巴伦又滴了点 类似血液的东西 树洞深处的菌菇 吸食后疯狂生长 他从中拽了两朵 哎 注意巴伦的胳膊 上面开始长植物了 巴伦吃下一根菌菇 又将另一根喂给斯特 就这短短几分钟 巴伦胳膊就恢复了正常 也就是说 树洞的菌菇 可解除被感染的症状 就在父子俩做这些时 盖比发现了巴伦的日记 里面说为了人类未来 巴伦曾圈养猴子做研究 但人类的栖息地 依旧越来越像龙子 巴伦回来见他冷笑了声 盖比才发现 他身上长了植物 应该是昨晚被大白花感染 斯特见他这样反应很大 巴伦却无所谓 准备送他离开 斯特虽没说话 但却用行动表达了对盖比的关系 杨云紧紧相拥 都对离别充满不舍 出去的路上 盖比想知道地下有东西 为何巴伦还要住在这里 并不会被感染 这次巴伦淡淡地说 他们也被感染了 吓到河边 盖比注意到铁头的手电筒在这 他不停劝阻一路往前 顺便拿了摄像头的内存卡 巴伦只好紧跟 同时在线两眼泪花 盖比见到了浑身富满军固的铁头 他还没死 并且认出了盖比 铁头请求他杀了自己 结束痛苦 盖比并不愿意 但巴伦告诫如不结束 铁头会成长为大白花那样的怪物 盖比也无能为力了 他只能哭着看铁头吞剑而亡 生活并没友好一点 呼噜噜的声音逐渐靠近 两人迅速吵架跑去 就这样到了深夜 盖比感觉耳朵内有东西 醒来一看 他的大腿长出了花朵 盖比知道巴伦被感染也没事 肯定有解药 他想求一点 可巴伦却默默熄灯出门 斯特表示 父亲是去祈祷 盖比也睡不着 便问斯特妈妈在哪 斯特说妈妈叫他小猴子 盖比能感受到母爱 会与外界接触的斯特 连爱都发音不准 或许这就是他不爱说话的原因 盖比认真地教他 斯特突然说 妈妈住在森林 他会带他去看 两人并排躺着 了解外面的世界 巴伦依旧是去对树东祭拜 可真军对肉不感兴趣了 巴伦不知感受到什么 恐慌的摇头说不 回家时 双眼无神 找不到焦点 第二天 盖比腿上的话越来越多 巴伦照常喂了儿子军箍 但斯特匆匆跑到家喂给了盖比 盖比一开始只以为 他要轻薄自己 感受到军箍 才觉得事情不简单 巴伦也发现了 看得出他很生气 但并没发火 只是问盖比准备好离开没 可盖比却说自己要留下 军箍下肚 腿上的花逐渐萎缩 盖比与斯特关系越走越近 斯特也带他见了妈妈 会动的树根 不仅姿势形状像伴依的人 一根藤上似乎还套着戒指 盖比觉得很奇妙 而他身后 一只手伸来 现实逐渐与梦境重回 回到家中 巴伦还在写设计 盖比一边组装手机 一边劝巴伦停止 没人会相信弟弟有个生物 巴伦情绪激昂 表示自己不需要别人相信 盖比翻看摄像头 记录的照片时 真的见到了大白花 或许是好奇心旺盛 他改口说想理解 巴伦开始大声说教 他指责人类 现在的世界都是虚假的 只会将大地 不断索取和吞噬 只会自询灭亡 到最后 死亡都会抛弃他们 说话间 盖比看照片 还发现了巴伦的身影 那铁头的死 会与这有关吗 他决定追寻答案 那毕竟过程就是加入 夜晚 斯特在盖比下巴涂上红泥 在闻到巴伦吹来的尘封后 他沉睡过去 感觉像倒在大地 他见到斯特母亲所在的树 感受到大地的变换 天空的摇曳 以及阳光明媚中 他与斯特的交欢 可又一晃 天色昏暗 他来到树洞 军箍在里面吐着包子 盖比又看见巴伦 搂着树根对地做运动 而斯特口吞见识 他双眼流血 等意识回归时 盖比还是在小屋 巴伦说刚刚只是梦境 很漫长的梦境 斯特离开时 巴伦问他知道了什么 当盖比看到斯特回头 与梦中模样如此相似 他又惊醒了 此时已是白天 巴伦双眼通红 他确定 盖比知道了树洞想要什么 盖比没作声 巴伦回想到那晚 树洞传达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影片并未说明 但从台词他是无辜的 小心暂且推测 树洞想要的是斯特 盖比在外与斯特玩闹时 悄悄劝斯特说离开这里 当巴伦再一次深夜外出 盖比立即起身叫斯特离开 不巧的是 两人走至天明 撞见了巴伦 巴伦看出情况不对 他试图挽留儿子 原本斯特没停留 但听到父亲说 他永远不会让你离开 斯特停下脚步 巴伦提醒 现在抛弃他 母亲就白死了 盖比很厌恶这种虚伪的鼓动 他指出 巴伦杀了自己妻子 巴伦反称妻子 就是为了死在这才来 还希望斯特记住 这是他们的朝圣之旅 最终斯特回了头 盖比很不甘 他本已走远 但还是不想就此放弃 在他折回时 巴伦父子刚好离开 盖比立马进屋 找了把公跟上去 斯特想知道他们要干嘛 巴伦盯着斧头面无表情 轻声说去献祭 斯特更迷惑 献祭是需要血肉的 他们双手空空会被惩罚 巴伦眼睛通红 只说神会提供的 来到树洞前 巴伦将斯特按在地上 颤抖着说 他选择了你 你的身体是我们的信息 斯特必须去朝圣 说完 一刀划上斯特背部 斯特简直不敢相信 父亲要用他先祭 不远处 盖比就快到时遇上了大白花 他拼命奔跑 随后抓准时机 射出一箭 斯特被巴伦死按住 树洞感知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来了 兴奋地伸出根须将其捆住 天空变幻莫测 巴伦冷军地举起斧子 却因盖比大喊停下了 见到他 巴伦反而松了口气 对树洞说 我知道你不会抛弃我的 小青知道 他决定用盖比做献祭 盖比搭攻速度慢 根本抵抗不了巴伦 斯特急忙挣脱树根体来帮忙 巴伦暂且被牵制 大白花又来凑热闹 斯特一个头两个大 躲过巴伦致命一击后 联盟去捶大白花 没想到 空下来的巴伦 直接拖着盖比去了树洞 斯特见状不再恋战 回去将刀送入父亲体内 眼看着他举起斧头 巴伦眼睛红红 狱中心长地说 刚刚只是树洞的测试 应该是为了测试他是否忠诚 但他永远都不会对自己儿子下手 可小青觉得 要是盖比没出现 你真的会下手的好吗 血浓雨水 斯特还是个孩子 听到这些话 手中的斧子怎么也落不下 眼见大白花在一边虎视眈眈 盖比只能抱着斯特先离开 回到家中 他简单地清洗了下 斯特从后抱住了他 梦中 盖比站在水中 有双手从他的脚踝往上摸 再一看 那却是条花花的处须 盖比又被吓醒 来到这里 他做了太多噩梦 天色明亮 他再次看了眼巴伦的日记 里面记载着许多疯狂的思想 人类处于许多转折点的一个 却不愿改变准备毁灭自己 而他只需要轻轻推移一下 我们即将竞争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审判 这个他应该就是大帝师母 巴伦首先得到审判 身边要怜悯他 任由军雇肆意生长 盖比也被感染了 那晚战斗时他沾到了血 他不想让斯特看自己现在的模样 可斯特不说话 只是静静依偎在他身边 等到盖比彻底成为军雇繁殖的场所 他挣扎着将手伸向斯特腰间的刀 斯特留下一吻 静静出门等待 狂风大作 他收拾好心情 对盖比做了告别 现在的他会受爱了 盖比是为了带他离开才回来 所以斯特决定去城市看看 车水马龙高楼大厦 他有些不自在 快餐店中斯特饱餐一顿 可那碰过的食物逐渐被真军覆盖 或许就像巴伦说的那样 人们很快就会进入到那个世界 不能说完全理解 但小青觉得看完全篇 至少看懂了80% 所谓的那个世界 就是被包子真军感染后的世界 在巴伦认知里 那是大帝之母做出的审判 现在的世界肮脏不堪 他要重塑世界 剧中盖比的梦很有暗示性 他是渴望与斯特产生关系的 后面盖比又梦见有东西攻击下起 或许是内疚感所致 因为斯特应该是未成年 大帝之母就是盖亚 这个传说中的神或许就在地底 小青也提出一点 大帝是有生命的 盖比较受伤后 在泥土的治疗下 就生长出新的血肉 大帝就是神的化身 所以蕴含神奇的力量 而巴伦妻子奉献后化作树的一部分 有人提出很有意思的猜测 树洞是妻子的子宫 巴伦每次献祭 其实是用孩子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至于为何树洞想要斯特 这就不得而知了 但他并不一定是爱斯特的 因为日记本周巴伦说 他们是用猴子做实验 而巴伦妻子叫斯特小猴子 小可爱们觉得 这个推测角度刁不刁钻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青讨论 好了 最近分享是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弃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